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集要讲Repeat Grid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画面先会回到Adobe 3D 假设我现在目前在画面上有一个物件 那这个区块呢 这个物件区块里面有图片 外围有一个圆角造型 那里面有标题及行动号召的一个按钮 那我们在画面上需要重复的排列 这个区块目前占了三个格线 我在同一列里面来讲我四个格线 我想要拉这边总共四个区块 那各占三个格线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Auto进行复制 然后慢慢复制 不过呢 Adobe 3D有个特殊功能叫Repeat Grid的功能 首先呢这个时候物件 你需要先把它做一个群组 群组状态 群组完之后呢接着呢 我们可以选到物件之后呢 在右边的样式面板里面 会有一个叫Repeat Grid的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关于它这个物件 它的右边跟下方各个绿色的区块 可以点击拖拉 那右边部分你点击往右拖拉的时候 就会让它可以自动生成延伸 我这个区块里面的所有的模组 好 那假设我现在目前产生了四块 放开 放开之后呢 或者说老师那这样子他们有对在隔线上啊 OK那不用担心 在区块跟区块中间滑鼠上去 或有一个红色的小缝隙 点击呢可以往左拖拉 OK那去缩减放大它的这个缝隙的这个位置 那么可以拉到指定缝隙的位置放开来 这样子就对准在这个隔线上面 好那接着呢 我们要继续往下做延伸 那延伸部分呢 延伸这部分呢要往下 就点击往下拖拉 这样子假设我现在要呈现出 三排 就三列的部分 总共四栏 好三列 换到就拉到三列这边为止 一样 中间部分来讲的话 假设我的间距要做调整 滑鼠可以移到列与列中间的这个缝隙 这个红色的区块 点击可以上下拖拉 可以去延展 拉大缩小 彼此这个间距状况 OK那当我调整完确定好之后呢 这个repeat glue部分就把它取消 ungrouped glue 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 四栏三列 总共为数十二格的一个物件 以上就是repeat glue的功能 请同学务必试试看看